大家好,我是Dan 在韩国一个儿童公园 说要送9岁女孩杨娃娃 试图引诱女孩跟自己回家的40岁9岁男子 被警方逮捕了 幸好一位不相信这名男子是女孩叔叔的市民 坚持跟踪兵报了警 才能避免了女孩遭到更大的伤害 当天下午5点左右 在光州市北区的一个儿童公园里玩耍的9岁女孩 正在被一名带着红帽子的男性带回自驾的路上 随后另一位住在附近公寓的市民李某紧跟其后 李某是40多岁的家长 他带儿子在公园玩耍的时候 注意到了这名酒醉男子试图带走小女孩的荧幕 李某上前先问了两个人的关系 酒醉男声称他自己是女孩的叔叔 因为想送他一个娃娃才要带走小女孩去自己的家 而小女孩也说酒醉男是自己的叔叔 但是市民表示 怎么看都不像是叔叔 那个人还喝醉了 讲话也很奇怪 所以李某没有放弃对酒醉男的怀疑 继续跟着他们 当女孩跟男子走到离公园500公尺的地方 马上就要进入男子的家时 李某赶紧也追了进去 我问他孩子奶奶的名字叫什么 他默不作声 我就非常生气的说了 你想带着孩子到你家做什么 因为李某强硬的态度 最终酒醉男成了他不是女孩的叔叔 李某马上就报警了 根据目击者表示 当这名男子知道自己的罪行被暴露后 就赶紧跪地认错 并拒绝上警车 最终这名男子在离公园20公尺远的地方被捕 警方已涉嫌诱骗未成年人申请了拘留令 并正在调查其确切的犯罪动机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太感激这位市民了 我是有两个女儿的妈妈 看到她的帮助 我真的很感动 眼泪都出来了 希望你能得到更多的好运 这是一个难以形容 甚至难以想象的感觉 我能用什么话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呢 只能说一位市民拯救了一个孩子 跟一个家庭的幸福未来 真的想要对他说非常非常感谢 酒醉男子说要送礼物 想要带走小学生女孩 差点就出现了第二个求度孙 只是想象都很可怕 他不仅仅是救了孩子的生命 也挽救了孩子的家庭 也挽救了看到这则新闻后 极度愤怒的我内心的伤痛 真的很了不起 当在公园看着自己的孩子时 还要关注到其他孩子并不容易 但是那个人一直跟着他们 还抱了紧 最终救了一个孩子的人生 真的太好了 这位市民真的太了不起了 如果是普通人 在孩子说那个人是他叔叔的时候 可能就会停止追踪了 但是那位市民 真的是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心一样 一直守护了那孩子 可能因为我也是有女儿 所以在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真的是特别特别上火 也特别特别感谢这位市民 真的太谢谢了 所以死吧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